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台海问题与南海问题的本质区别 昨天我做了这个我们为什么还不统一台湾 这个视频非常的人气 从上午11点钟上传以后 到下午5点多是6点钟的时候 就已经62万多人看了 但是之后就停掉了 估计平台就没有推送了 我怀疑是不是我中间讲错了一句话 昨天的视频中间我讲到 就是关于这个国际海域的划分 就是这个中线的划分 是需要这个两边 两国 我的这个实言 就是讲错了话 是不是牵涉到一个两国论断问题 使得这个平台给我下架了 我不知道啊 所以说什么是一个中国 什么是两个国号 就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就是说中国 中华民国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这个三者的关系 其实是非常值得 做一个视频跟大家讲一讲 我想明天跟大家讲一讲吧 错误 那么我就利用我今天的视频 就是台海问题跟南海问题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呢 来纠正昨天视频里 我们为什么还不同意台湾里面的那个口误 就是关于国际海域的问题 那么今天的视频我就是要讲清楚 这个南海问题是属于国际问题 因为南海问题是属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主权国家 与菲律宾这个国家的主权问题的两个国家之间的之争 所以我们在这个黄鹰岛上啊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内海的问题 这是一个国内的事物 是domestic 所以我们出这个海警船 去执法的话 是由哪个政府去执法的问题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去执法 还是中华民国政府去执法 是这个问题 所以属于我们内政问题 这是根本的区别 在台海的问题上啊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对待台湾的问题上 是有相当的节制的 它是作为内部问题来处理的 我们是一个中国 一个中国内部的两个政权之间的 这样的矛盾来处理的 它是一个自己家里的兄弟之间大家的事情 对不对啊 我们打个比喻啊 就是说我们家里 在我们家里面 这个有两个兄弟啊 怎么也搞不来 那么就分家了 对不对啊 一个兄弟就住在这边房间 一个兄弟就住在那边房间 但是我们还是在我们啊 这个华夏家庭的这个院子里面 OK 这个院子呢叫中国 但是对面呢 也有一家人家 那叫菲律宾 他们叫菲律宾 那一家人呢 跟我们家不是一家人 所以我们跟他们发生矛盾的时候 是我们中国这个大院子的家庭 跟菲律宾大院子家庭 在中间就是哪一边算我们的 是这个之争 这个呢就是居委会啊 这个街道办事处啊 这个整个旁边的邻居都可以来讲话的 都可以入手都可以插入的 甚至这个街道里面的地痞流氓 或者是黑社会都可以插一手 比如说菲律宾 他可以找个黑社会老哥 给你的钱或者怎么样 你要帮我出头大哥 来帮菲律宾 来跟中国这个院子来吵 这种肯定性是有的 但是在我们中国这个院子里面的 我们两家 这个兄弟之间吵 那这个外面的黑社会也好 外面的这些汉布兰的邻居也好 他们是没有办法插手的 因为这是你们的家务事 我希望我用非常非常简单的这个比喻 把这个台海问题 跟南海问题的本质区别 讲清楚了 那么我再预报一次 明天我专门做一个视频 讲讲中国这个大院子里面 这两家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国国 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个概念啊 我觉得是很多的中国人 无论是大陆的中国人 还是台湾的中国人 都没有把这个关系搞清楚 再说一遍 那明天我就专门做个视频 把这个中国这个大院子 以及中国院子里面的两个家 一个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个家中华民国 这个关系 跟大家扯清楚一下 OK谢谢大家 再见拜拜 这就是我在马来西亚 租的这个地方 的窗子外面的景色啊 哈哈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台海问题 与南海问题的本质区别 昨天呢 我做了这个 我们为什么 还不同意台湾 的这个视频啊 非常的人气 从上午11点钟上传以后 到下午5点多 6点钟的时候 就已经62万多人看了 但是之后呢 就停掉了啊 估计平台就没有推送了 我怀疑是不是我中间讲错了一句话 昨天的视频中间我讲到 就是关于这个国际海域的划分 就是这个中线的划分啊 是需要这个两边 两国 我的这个实言啊 就是讲错了话 是不是牵涉到一个两国论断问题啊 使得这个平台给我下架了 我不知道啊 所以说 什么是一个中国 什么是两个国号啊 就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就是说中国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这个三者的关系 其实是非常值得啊 做一个视频 跟大家讲一讲 我想明天跟大家讲一讲吧 错误啊 那么我就利用我今天的视频 就是台海问题跟南海问题的本质 区别在哪里呢 来纠正昨天视频里 我们为什么还不同意台湾 里面的那个口误 就是关于国际海域的问题啊 那么今天的视频 我就是要讲清楚啊 这个南海问题是属于国际问题 因为南海问题是属于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主权国家 与菲律宾这个国家的主权问题的 两个国家之间的之争 所以我们在这个谎言岛上啊 在菲律宾的方面啊 派人上去 我们去组长 我们用这个水枪去打 从这个引擎里面 从烟囱里面打进去 直接把他的这个引擎打爆 他就可能说 就是阻挡他们上上这个岛 那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之争 而台海问题呢 是属于中国的内部的矛盾 是属于这个 一个国家 两个政府之间的之争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内海的问题 这是一个国内的事物 是domestic 所以我们出这个海警船 去执法的话 是由哪个政府去执法的问题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去执法 还是中华民国政府去执法 是这个问题 所以属于我们内政问题 这是根本的区别 在台海的问题上 也就是说 中国大陆 对台湾的问题上 是有相当的节制的 它是作为内部问题来处理的 我们是一个中国 一个中国内部的 两个政权之间的 这样的矛盾 来处理的 它是一个自己家里的 兄弟之间大家的事情 对不对 我们打个比喻 就是说我们家里 在我们家里面 这个有两个兄弟 怎么也搞不来 那么就分家了 对不对 一个兄弟就住在这边房间 一个兄弟就住在那边房间 但是我们还是在我们 这个华夏家庭的 这个院子里面 OK 这个院子呢叫中国 但是对面呢 也有一家人家 那叫菲律宾 他们叫菲律宾 那一家人呢 跟我们叫不是一家人 所以我们跟他们 发生矛盾的时候 是我们中国 这个大院子的家庭 跟菲律宾大院子家庭 在中间 就是哪一边 送我们的 这个之争 这个就是居委会 这个街道办事处 整个旁边的邻居 都可以来讲话的 都可以入手 都可以插入的 甚至这个街道里面的 地痞流氓 或者是黑社会 都可以插一手 比如说菲律宾 他可以找个 黑社会老哥 给你的钱 或者怎么样 你要帮我出头 大哥来帮菲律宾 来跟中国这个院子的草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在我们中国 这个院子里面的 我们两家 这个兄弟之间吵 那这个外面的黑社会 外面的这些 这些汉布兰的邻居 他们是没有办法插手的 因为这是你们的家务事 我希望我用非常非常简单的 这个比喻 把这个台海问题 跟南海问题的本质区别 讲清楚了 那么我再预报一次 明天我专门做一个视频 讲讲中国这个大院子里面 这两家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个概念啊 我觉得是很多的中国人 无论是大陆的中国人 还是台湾的中国人 都没有把这个关系搞清楚 再说一遍 那明天我就专门这个视频 把这个中国这个大院子 以及中国院子里面的 两个家 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个叫中华民国 这个关系 跟大家扯清准一下 OK谢谢大家 再见拜拜 这就是我在马来西亚 租的这个地方 的窗子外面的景色啊